她只要 她永遠回國都會帶一個小禮物給我們 父親節快樂 爸爸加油 讓我們掌聲歡迎 郭爸爸的兩位女人 小玲以及妞妞 他們說都有確保你先出門以後 才出門的 所以沒有讓您發現 那今天不僅是要來祝 新書發表會順利之外 同時今天也是父親節 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數到三一起祝郭爸爸父親節快樂好嗎 爸爸我們來給一個驚喜 父親節快樂 哇 好溫馨的一個畫面 我們一起跟郭爸爸說父親節快樂好嗎 3 2 1 父親節快樂 小玲有沒有話想 爸爸你真的很忙 我們只有在這個場合才能讀得到你 沒有 我說從小到大呢 我爸爸永遠都跟我們講一句話 就是做事要用心 那我也想在此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20年前呢 我送我爸爸一個古照的一個夾子 那那時候送的時候我就沒有想什麼 到三個月前 因為那個夾子壞了 我爸爸才給我說 你幫我去換一個或是幫我去換一個 我才知道 他20年都在用這個夾子 哇 喜悟如今 然後我打開的時候 裡面都滿滿都是 我弟弟妹妹手寫的一些小的字條 那字條都已經爛掉了 但是他永遠不管走到哪裡都是待在身邊 所以我是三個月前才知道他一直有在做的事情 這就是我的爸爸 好溫暖 所以我的爸爸就是他不管 不管戴著這個夾子 不管是飛到世界哪一個角落 他 不管是飛到世界哪一個角落 很感動耶 他只要 他永遠回國都會帶一個小禮物給我們 哇 父親節快樂 爸爸加油 對 所以明年 我跟妹妹也想要來跟爸爸說 謝謝你的辛苦 謝謝你的付出 我們想要祝你父親節快樂 哇 來個大擁抱 我們也邀請夫人一起來到我們的台前 我們來合照紀念一下這一刻好不好 這感人的一刻我們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我們邀請我們的攝影師 哇 全家人都哭了 我自己也覺得好感動 我們來先合照一張 郭爸爸應該沒有發現今天的嘉賓 其實就是自己的大女兒跟小女兒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右邊的朋友們 右邊我們視角 右邊 好新朋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講解決 design 我們在哪兒做的 我們來講解決任 兩位 我們來講解決 你 明年 我們來講解決 然後我們來講解決 李